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问题 作为那个主持人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看部给我们一点启示 因为我们是一个肝胆外科的一个医生 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 医疗理念的发展 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移植 这个器官移植 已经就说越来越寻常到了一些 就说咱们普通的一些三甲医院 今年卫生部提出了 全国推出300家肝移植医院的试点 那么我们同样在我们藏地 有这个您也是我们的肝胞虫的 宣传大使和形象大使 那么在藏地有很多人 受这个胞虫病的侵害 那么他的肝脏已经完全不能够使用了 在这种时候 唯一能够解决他的 是一个叫做器官移植 肝移植的这个 但是肝移植呢 现在我们国家在2014年黄杰夫院长 黄杰夫部长在2014年12月的时候 已经宣布 中国已经废除了死求捐肝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肝源全部来自于公民 事事后捐肝 那么我们对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捐赠 和我们这个佛教的教义上面 有没有什么一些冲突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地去解决 去完善它 请堪布给我们开始 这个肝移植 实际上是 或者说是奇观移植 像以前台湾啊 新加坡啊 这些是应该很多年以来比较成熟的技术 我大概在五年前遇到过一个 在上海的人机医院遇到过一个肝移植的 已经受过肝移植的 但他已经成功地活了五年 他当时跟我接触的时候 他说非常健康 刚开始可能移植完了的大概是 半年左右他做另外一个人的梦 每天都是做这个梦 半年以后基本上都没有了 跟自己前面的状态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一来我个人认为像肝移植也好 其他移植的话从佛教的层面讲 他如果生前自己完全愿意 没有被其他的因缘给他进行触动的 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愿意的话 按照佛菩萨的一些传记记载来看 应该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从法律也好 从各个国家的行为 我们在世间当中看到很多明星也在做这样的 奇观移植的承诺书或者遗嘱也有这种形象 当然在这个时候因为某些国家也不得不放置 因为依靠它可能发生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在这里应该有不同的分寸 就是这样一个合理的这种意志的话呢 我想按照这个佛教的教育来讲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张总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儿有一个我们耳鼻喉科的 刚才送上来一个问题 佛法无边 心有佛 佛无边 心尽得明 心操得凡 且行且悟 方得圆满 这是我对佛的感悟 请上师开解 指明我心中所悟是否正确 实际上按照佛教经典的观念来讲 刚才你说这个专业我就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问我专业的 什么 但是他问我佛法所以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他讲到的佛法是无边的 而且心中也是有佛的 这是按照佛教的观点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藏 而且这个如来藏到一定的时候都可以聚无 其实佛人达到最高的觉悟叫做佛的意思 所以这样一来为什么很多知识只要去学的话 无穷地可以挖掘出来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觉悟的种子 觉悟的习气和力量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都可以挖掘出来 所以这位医生还是故书 我不是很大 看的画是一个清汉和宝剑 是文殊菩萨 也许他认识是耳比喉的 是吧 耳比喉可的 耳比喉可其实也重要 虽然这个问题里面没有提议 但我前一段时间 我们认识的一个老师 他去成都 因为他鼻子鼻眼过敏 然后看医生 看医生的时候 这个医生给他说是马上要做手术 让他交五千块钱 后来他又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 这个医生说是你这个很简单的过敏 受一天的业就可以 后来他受了一天的业 然后完全就好了 鼻子也不晒了 很正常 有个感冒和地缘反应引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专科的医生 也是在争断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很认真地去观察 当然同时你也研究这个佛教的众生 有没有佛心的道理也是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看匐 我们的护理工作是很辛苦的 刚才我们的护理的同仁们又提上一个问题 护理工作又苦又累 收入又不高 怎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现在很多人也是在心里比较关注的 不仅仅是护理工作 包括医生的工作 还有我们老师的工作 工资这些都是跟其他的专业 有些知识相比较起来的时候确实也并不是很高 而且现在经济时代又要买车 又要买房子 又要花钱 还要买一些奢侈品 在这个时候的确是经常钱不够 这是我也非常理解 但是我们有些护理工作的费用 在某种意义上面也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藏地如果打工的话 一天做八个小时 比如说做一些体力劳动 在做体力劳动的时候可能一百块钱左右的工钱 那用这个来算的话 也许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累 而且我们人的贪欲和欲望是永无至尽的 你觉得现在你的护理工作不够 也许如果提升到你是四千块钱 但你旁边的有些人如果工资更高的话 你觉得是你的工资又不够了 如果你提升到八千块钱 七千 在我们这个上海和北京那一带的话 基本上是每一个人的基本工资的话六七千块钱 但他们都觉得是根本不够 因为那里的消费也特别高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其实消费并不是很高的 我今天在早上炉火我们几个人吃早饭 有一百三十块钱 早饭很高 很贵 然后在这里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九十三块钱 我们四个人吃饭 我觉得抗定的消费还是比炉火低一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钱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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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看部 那么咱们刚才护理的同仁们提出问题 接下来咱们医疗上面的同仁又提出的问题 医生本身是一个社会人 来自家庭 收入 工作 晋升 医患关系等方面的压力和精神的负担 怎样正确面对这些问题 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一个医生来讲 他是扮演多种角色的人 面对他的领导来讲 他是下属的 有面对他下属的人来讲 他是领导 还有在家里 他是可能母亲或者父亲 或者他在病人面前 他就是医生 因此一个人其实他会扮演很多很多的绝世 甚至我们在家里如果输入不是很高的话 他可能依靠义务工作的工资来赚钱者 也是他们家里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的 国民经济的来源 或者说所有经济的总负责人也是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人应该首先有一种为人出世方面 非常需要有一种善巧方便 否则的话你在家里扮演不好 就是家庭的关系 你在医院里面有扮演不好一生的这种绝世 这样以后可能有些人 因为在家里也是他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对家里的每一个人该照顾的人都照顾得非常非常好 在工作上的话 每一个眼里呢 这个人是非常敬意善良 优秀的人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是能做得到 有些人为什么是能做不到 其实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人呢 需要有一种人格和学习和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人格 而且还需要勤奋 我觉得我们有些人是很成功的 为什么成功 他的成功不等于是谁要有钱 现在有些人认为价值观已经放在金钱上 这个人有钱有钱 他很成功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所谓的成功呢 你不管是在家里 在单位当中 这个人口碑很好 自己的心态很好 如果我的心态很好的话 我在单位里面呢 我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如果自己有一种内心很安逸的这样的心态 那工作再累也是不会累的 比如说我自己也喜欢去讲经说法 或者在学校里面 在学院当中的话 我们学院的很多的开会 这些都是让我经常参加 我不管这么的 我很努力的去参加 好像我心态很好的 我对人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我个人的心态再累也是没有什么 刚才主持人博士说的是这样的 的确是我昨天早上凌晨四点钟起来 凌晨四点钟起来到了学校 昨天做了一天的演讲 然后昨天晚上因为学校的事情 开了很多的会 那么今天早上在路上也是很多的事情 其实特别特别的忙 但是如果自己的心里没有一种力量的话 可能确实是已经倒下去了 但我想每一个人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有了坚强的意志的话 家里也可以称得住 医院里面也可以称得住 工作也是能保得住 这样以后很多都很快乐的 否则我们可能有些人现在愈郁症 在全世界来讲是很严重的 每天都是心里担心 恐惧 希望 这样以后逐渐逐渐自己心被已经 就可能毁坏了 毁坏以后的话什么力量都是没有 最后什么事情都是搞不好 就是最后一百土地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 就是比较坚强的意志 好 同学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咱们坚强的好生博影 感谢他的感叹他的支持的渊博 因为刚才坚强提到了抑郁症 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知道 恰好是关爱抑郁症日就是我们的前天 那么接下来坚强我们的同事又提出了一个 很具有一定哲学意味的一个问题 他这样说道 随着社会的发展 医学也在不断地发展 有可能是否现在的治疗方式 在未来将会完全被否定 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 有可能是对患者不是治疗 而是一种伤害 在因果委员中 是不是委员 这样的我们怎样去避免这种情况 什么中国委员 委是那个伪装的委 哦 这样的是吧 委员可能是他错辈子是吧 对 写错了 这样的 我刚才也讲了 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 到了一定的时候 科学不断地发展 但科学再发展 现在所有的治疗方法全部推翻的 这样的时代我想是不会出现的 只不过某些治疗方法 比如说以前的某些治疗方法 以前我们在藏地的时候 只要生任何病吃取通片 但是现在很多医生都说 并不是很提倡的 所以诸如此类的 包括有些喜悦的医学方式 在西方国家有些并不是那样提倡的 这一点你们也是清楚的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变化 但我觉得整体的我们的一些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这些技术不会完全推翻的 只不过是现在的方式方法上面 可能不断地在变化 就像我们佛学 就像我们佛教的话 佛教的因果观点 包括一些四地的道理的话 我们相信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需要改革 但是我们佛教在与世俱进的同时 可能需要跟着时代 要有种信息化的方式来传播 没有的话被时代淘汰 同样的道理 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的医学治疗方式 可能以后有很多网络的远程教育 还有我也特别建议我们这里的医学的讲座 国内外高端的这些医学讲师 有经验的 有临川经验的 有理论学科非常丰富的 这些人跟我们的医师和专家不断地去学习 其实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质量 每个集体当中只有天天都是贪着一些金钱 没有贪着知识的话呢 这种群体是比较失败的 一个群体当中呢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不断地学习的话呢 那这个群体呢 是成功的 那么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我们一位同仁提出来 请问刊部 您怎么看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句话我还是在某种意义上面是认可的 因为的确有些人 我去过很多监狱里面 但是监狱里面的这些人特别特别可怜 但是每一个人做很多坏事 包括杀人也好 偷盗也好 强奸也好 等等等等 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事情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的确是按照佛教的意义来讲 就是善有善罢 恶有恶罢 因为这个人前世造了恶业的原因 今天包括他的财富 能力 人格等等 全部都造脱了 也有这样的 当然 那是不是所有可怜的人可恨呢 也不一定的 有时候人在每一个人生当中 都有高高低低 起起落落 我们在座的人今天都是特别的庄严成功 但是你年老的时候 或者下岗的时候 或者你身影不好的时候 你被开除的时候 你也许变成一个可怜的人 但那个时候值不值得很难 也不一定 所以我看到全世界的有些变化 最近我看到韩国的前总统 朴庆慧 他是在前几年所有的全国人们 对他用掌声和鲜花来奉献的 前一段时间关到监狱里面 今天我看到新闻里面 专门给他问话的是有八个小时 而且连一个女孩子的头发 叫什么收拾 那个都不让带 一个人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有时候人生当中有很多无常的显现 这种无常显现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很可怜 但是我们值不值得恨呢 也不一定 每个人的这种姻缘和命运都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一分为耳来对待这个问题 接下来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当医务人员有的时候很累 很忙 家人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在身边 面对患者 我们要省小省微 回到家里又有甚多抱怨 感觉里外不是人 是不是每个医务工作者 上辈子都是食恶不色的人 这辈子要这样的辛苦 去偿还上辈子所造的孽 其实这个一生可能比较累 所以就写下来了 但也许可能明天身体比较好一点的 心情比较好一点的 天气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不一定觉得是上辈子的 也许觉得生活美满幸福 每个人的心态都有不同的变化 不过你们有些人觉得很累 我觉得并不累 当然跟其他人相比较起来也许累 但是真正的特别累的人 就是在外面打苦工的人 每天都是背石头 但是他们过得很开心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 然后在瓦底背石头 就特别特别干苦活的 这些人反而他们的小省 比我们有工作的人还要漂亮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心里觉得我很累 然后你家里的人 对你稍微有一点怨言和抱怨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变成地狱一样 并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的世界是自己的心造的 如果你的心态很好的话 即使你关在监狱里面 在地狱当中也是像天堂一样的 如果你的心态不好的话 那你工资再高 你的待遇再好 你的世界再这么丰富的话 也许就非常枯萎的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不累的话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这些工作 一点都不累 也许你们不高兴 但不管怎么样 一生的工作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很简单的 开玩笑 好 那么接下来 提出我们肝二科的肝州人民医院肝胆二科的魏医生 这样提出一个问题 尊敬的堪布大师您好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具备手术指针的肝包虫病患者 术前沟通过程中 患者家属打挂后放弃手术 数月或数年后再次入院痛失手术的机会 危机生命 临床中我们如何和患者及家属沟通 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 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义的问题 其实现在有些人真的通过我们的医器来观察 就是这个必须要做数数 如果没有做数数的话 那这个生命未尽 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当中 还要这里去打挂 哪里去打挂 这是这一点非常不好 我去年做数数的时候 他们有些亲人给我建议打挂 我想打挂万一不好的话 都可能我也比较难为 所以我没有打挂 我不接纳他们的观点 我希望藏地很多观念确实需要转变 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多 明明是你现在已经不得不做 如果不做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这种原因后来离开人间的 这种现象也非常大 我还是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以前也是讲过 大家应该有些事情 我也并不是认为大挂完全是迷信的 它有它的一些特点 我也曾经在摩西上面 我也喜欢打挂的 而且我也翻译了打挂的一些仪轨 但是在这些时候万一你挂想不好 可能确实是失去了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可能在传统的观念上需要改变 眼见为师的一些科学的依据 我们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推辞 这是一种推测 我们那个时候是不需要推测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应该是要寻找一个 比较安全 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谢谢堪布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也是有关肝包虫的 人身上长包虫 使乃无数的寄生虫聚集在一块 为医治医生而杀之 我们是不是犯了杀生之戒 算有心还是无心 这个问题是由我们肝肝医科 我们肝肝医科的护士长 单身庄嘛 一个上厨女孩子提出来的 这样的 因为肝包虫 其实肝包虫的这个病 我这几年以来稍微有一点点了解 没有投入比较深的研究 当然肝包虫的细菌也好 这种小的虫的生命 我没有特别细致地去观察 如果它已经具足了真正的众生生命的话 的确可能会有杀生的过失 但如果没有生命的体系 就像我们细菌一样的话 按照佛教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树上有很多的细菌 但是我们吸收的时候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杀生的过失呢 不会有 我们喝水的时候 水里面也有 还没有住树的时候 喝粮水也有一些细菌 但是这个喝的话 佛陀在戒律当中将是没有说杀生罪 所以我们可能进一步地 还要观察它的生命体系 其实我们今天看部也很累了 那么再提一个问题 刚才就说看部谈到了 医务人员应该勤学 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改掉拖延症呢 您如何看待勤学 谢谢 其实每个医生 每个护士和其他人 在这个信息膨胀的时代当中 勤奋学习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 我看到过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人的传记 他的书房里面有六千本书 但是他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看了一半三千本书 所以像以前藏地的历史上有这么多学者 而且这种学者在三十年左右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三千多本书 我看到英国和包括一些非洲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特别爱学习 不管是坐火车也好 坐汽车也好 平时在公共场合当中休息的时候都旁着一本书 有一次我在非洲的时候 看到那个地方的建筑特别的残缺 但是他们好几个人 好几个医生都是 边走路 边看书 所以我当时心里想 外在的这个世界不如我们这边的 但是内在学习的精神 好像是不是我们都是不如非洲的这些人 我们经常看到南米比亚和有些人 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像饿鬼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们有缺席精神 的的确确我们有些人是没办法相比的 所以我的建议每一个人一年当中看多少本书 这个很重要包括你的专业这是在内 比如说今天是2017年的四月就好 2017年的四月就好这前面的四个月当中 每个人观察自己扪心自闻你看了多少本书 那么还有大概是八个月左右 这一年2017年已经完了 那那个时候你会看多少书 有些人想我没有时间我那么累 晚上回来以后身体都变成尸体一样的 哪有时间看书累得很但实际上 只要你有看书的这种情分的话 其实我们有些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喜欢看书的像日本的话 基本上每个人在不同的部门当中 都拿着一些书在看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全世界来讲 中国很多人不爱看书的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 我很希望我们医生们爱学习 就是这样以后呢 你的整个人生都是非常的快乐 好的 那么尊敬的看部 这儿有两个问题 我把它放成一个问题来向您提一下 尊敬的看部 人为什么往往会对他人宽容 对亲人苛刻 怎样才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 与身边的家人朋友要怎样的相处 谢谢 对他人宽容 对自己苛刻 是吧 其实对亲人苛刻 其实对亲人苛刻呢 也是实际上是一种自私 我们每一个人家里吵架的时候 都会说你对我不好 对我对我 我自己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能给予宽容或者不能给予放松 因此我们佛教当中讲破坏我执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 如果太在意自己的话 我们可能看不惯别人 心里也很烦恼 每次都是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都会自己带来一种刺激性的 这样一来现在的新时代当中 有很多的综合症 有很多的自闭症 依靠这种情绪不好而引发的 这一点我想你们 义务人员非常非常地清楚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这个生活实际上是几十年代的 几十年的一种经历 过眼云眼不要太在意 佛教里面经常讲 心要放松下来 经常看到蓝天 宽阔的蓝天 心要放松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渺小的一个 像一只虫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何必对家人 对某个人进行争论 吵架 这些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也许你今天特别不满 痛苦 伤心 生怅恨心 但是明天一看的话 好像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噩梦 实际上在人生当中 没有任何的必要 因此对自己应该有一个很美好的影响 那么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堪布 刚才为大家做个精神的宣誓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准备了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医师的精进这个题目里面 其实它包括了三本书 一个叫做医生的精进 还有一个医生的修炼 还有一个是最好的告别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 讲的是很多的东西 就是讲到一个病人 医生 患者 他们以及家庭对死亡的一种看待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能在汉地也好 我们对死亡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 没有人都去了解这个东西 就是说觉得死亡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么就请堪布为大家 开示一下我们如何正确地去看待死亡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佛教里面讲人的生老死病 人的生老死病在医院里面是最容易看得到的 整个人的生老死病全部的观传 全部的环节 你们医院里面是经常一目了然 我想在有些民族和在有些地方 因为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的话 每一个人觉得人的一生应该快快乐乐 安安全全 就这样过下去 从来没有任何准备面对死亡的一系列的事情 但一旦遇到死亡的时候 不管所谓的死亡在自己的身上出现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身上出现 或者是其他人身上出现的时候 那你非常的伤心 绝望 痛苦 可是如果像藏地一样的 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会知道 从小的父母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老师的教育当中 我们人都要面对生老死病这么一个循环的轮回 那么这种人一旦死的时候会不会痛苦呢 是痛苦 但是你在生前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不像其他没有任何信仰的人的这种绝望 因此我想我们作为医生 的的确确经常能看得到 我也是说过 其实医院和我们的天葬台 最关系无常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经常看到很多人很无奈地离开了这个身间 即使你的医术再高明的话 有些人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 一生也没有办法 佛教里面讲 甚至要是佛来到这个身间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的宿命已经尽了 谁都没有办法 我想很多人其实不仅是对我们的专业知识 世间的知识要懂的 更重要的就像我们藏传佛教里面讲的一样 对死亡的了解很重要的 有一本书叫做《西藏独王经》 《西藏独王经》在整个欧美是最长销的一本书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受欢迎藏传佛教的一本书 它的本本大概是1919年的时候在英国博物馆 现在还留在英国的 应该是简巧的博物馆里面 所以这本书对西方国家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这本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当中也是抗拒的 你们应该知道是《西藏独王经》的福藏的来源 我有时候想我们生长在《青藏高原》 尤其是《西藏独王经》的故乡这些人 对《西藏高原》应该说有一种超越的智慧和能力 那么《西藏高原》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 我们非常容易 坦然地去面对和结束 这一点我也看到这里有很多藏族和汉族的 对藏传佛教有信仰和有研究的这些义务人员 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你们不断地对相关的生死救度方面的知识 再不断地去修行和结束 谢谢 谢谢 谭部 其实今天您到来我们甘州人民医院 让这里意义生辉 也让我的同事们这个时候感到有很多不惑 很多的困惑想请你开解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又有同事递上来一个问题 实在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在病人死亡的时刻 从藏族佛教来说 人去世之时不需旅人触碰 但作为医务工作者 在抢救病人的最后时刻 女人触碰死者好或者不好 我研究藏传佛教应该三十多年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 人死的时候女人碰到的一个说法 应该女人触碰的话 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的 应该没有什么的 这种说法可能是这位提问者 他自己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的 当然我们知道一般按照医愿的方式 可能做一些抢救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但按照佛教里面的一些仪轨 或者尤其是以前有一些修行境界的人 在那个时候让他安详地死去也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有些高僧大德 有些有修行境界的人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愿意在医院里面 他愿意在寺院里面或者愿意在比较寂静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些最后的时刻 包括我们的法王金明彭卓 他也是在成都的一家医院里面 最后当然我法王圆寂的时候我不在身边 但是听当时的这些使者说 法王圆寂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做过理性的 或者平常的医院里面的一些抢救的行为 当时也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应该没有女性跟死人或者临终的人进行触碰 接触 这些都是应该没有说过这句话应该是没有的 只不过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医生和护士也是看看 这个人有没有希望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希望 比较粗暴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没有必要了 让他安静地离开也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 那么感谢刊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为我们传授健康的人生观 感谢上师庞正博颖为我们指导人生的方向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坎坡精彩的演讲致谢 让我们用一句话做为今天活动的结束 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一笑一开怀 一方一净土一世一成缘一念一清净 心如年花开 谢谢大家的带来 让我们携手并进 让我们独立向前 为甘州的音乐美好的明天 为甘州为神四叶加油 同学们晚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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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